快速电波爆发是宇宙中一个非常极端和神秘的现象 2023年度邵医夫天文学奖平均班与邓肯·洛里默 莫拉·麦克劳克林和马修·贝尔斯 以表彰他们发现快速电波爆发 这里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现在我们是10公斤从Green Bay 西弗吉尼亚州 这是Green Bay的电视台 还有很多其他电视台 在Green Bay的电视台 我们在国际电视台 在国际电视台 没有电视台 所以你的电视台会不会工作 其他电视台的电视台 除了电视台 我们的观察会是真正的问题 邵医夫奖得奖者 莫拉·麦克劳·克林和邓肯·洛里默 搬到西弗吉尼亚州 在这里可以有更多时间 使用绿体望远镜 天文学家 迈克劳·洛克林和洛里默 20多年前相识 当时迈克劳·洛克林还是研究生 而洛里默是博士后研究员 这对夫妻党发现快速电波爆发 这种强烈的射电爆发 只会维持千分之几秒 但释放相当于太阳数天辐射的能量 我们在标准的射电爆发 我们在标准的射电爆发 西弗吉尼亚州的绿体望远镜 是美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叠形天线有两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 绿体望远镜和其他望远镜收集到的数据 协助科学家发现超过700个快速电波爆发 不过科学界最初不相信存在快速电波爆发 洛里默来自英国达勒姆郡 他在卡迪夫大学修读天体物理学 再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先后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设电天文学研究所 和波多里各的阿雷西伯天文台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迈克劳克林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修读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在阿雷西伯天文台写论文时认识洛里默 他们后来一起在英国卓瑞尔河岸天文台工作 2006年他们加入西弗吉尼亚大学 成立了一个天体物理学团队 与学生展开研究计划 他们使用的电脑程式是迈克劳克林当年做研究生时的研发 用来寻找来自太空的电波脉冲 洛里默的学生存则 洛里默的学生阿时使用这个程式分析一个 射电望远镜的旧测量数据 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他们在2007年发表开创性研究论文 描述发现了首个快速颠簸爆发 这次爆发被称为洛里莫爆发 其讯号在大约30亿年前离开所在的星系 创业宇宙 到达地球 不过科学界当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发现了新的天文现象 有很多感情 但也有很多惊喜 你以为科学人的想法 科学家开始寻找更多快速颠簸爆发 就连麦克·劳克林也开始质疑洛里莫爆发 我们查看了很多其他资料 我们查看了相似相似的 而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 所以我实际上发布了 可能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 因为它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一样 我们在搜寻了所有的天空 我们在搜寻了所有的方法 我从时到时开始有疑问 但我深深的感觉是 这是新的 我们应该不会失败这个机会 直到2013年左右 科学界逐渐相信 存在快速电波爆发 最终确定的事 最终确定的事 是当我们开始找到 其他计划 像阿里斯巴尔森堡 在 Puerto Rico 像是Green Bank Telescope 我们开始看到他们 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有很多不同的照片 我们就知道 这些是真实的物件 真实的材料 非常酷 因为说你试试了F-R-B 像是1990年代 迈克·劳克林目前担任系主任 而洛林默担任研究副院长 他们继续研究快速电波爆发 快速电波爆发 这是发生的 It's now this leading field of it by itself in astronomy. It touches on cosmology and fundamental physics and nuclear matter, studies of nuclear matter and new phenomena. And to this day Duncan and Maura to a lesser extent but still Maura are leaders of the field. Pretty much if you wanna know anything about an FRB you would ask Duncan. 大约二十年前 厄尔西梅聘请了洛里默和迈克·劳克林 当时他们是设定天文学的生理军 大学更因为他们将学系名称 改为物理及天文学系 他们没有停下脚步 希望取得新突破 技术的技术 技术的技术 是一切的温度 很多的时间内 是在与众人的传统 叫Nanograv Nanograv是Nanograve 南额尔南额尔南额尔 链尔南额尔南额尔 为GravitationLyves 这是一个合作的 用高尾尔南额尔 的连统导致 为了很小的连统导致 的连统导致 在这些连统导致 的连统导致 导致的连统导致 的连统导致 除了忙于工作,两夫妇还要照顾三个儿子。 他们住在摩根敦,一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屋。 小儿子欧文说,爸爸妈妈不只是科学家这么简单。 两夫妇最近庆祝他们结婚二十周年。 我们看出什么机会给予我们。 下一节我们会去澳洲了解马修贝尔斯的研究。 很棒的赢得一位同学生,尤其是一位他经常做得很好。 2023年度,邵义夫天文学奖得奖者马修贝尔斯,住在澳洲墨尔本。 每天早上都会骑二十公里单车。 他在澳洲阿德莱德长大, 从小对外太空很有兴趣。 他热爱数学和科学,小学同学帮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教授。 贝尔斯在阿德莱德大学,取得理学学士学位。 再在澳洲国立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 90年代,他在英国的卓瑞尔河岸天文台,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在那里,认识了共同获得本届邵义夫奖的邓肯·洛里默。 他们后来去了不同的地方发展,贝尔斯回到澳洲, 洛里默去了美国,但他们一直保持联系。 贝尔斯加入斯威本理工大学,成立天体物理和超级计算中心。 2007年,贝尔斯和洛里默去了澳洲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帕克斯天文台的穆里扬望远镜。 洛里默的学生使用迈克·劳克林编写的程式, 分析帕克斯望远镜的旧测量数据, 发现一个不寻常的讯号。 中央视图期放断炳融诽世功能、 看得太完美 太明亮 我们真的不能相信它是真实的 快速电波爆发 是千分之几秒内的电波爆发 释放相当于太阳数天辐射的能量 首个被发现的快速电波爆发 叫做洛里莫爆发 以邓肯洛里莫命名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幕 我感到很惊讶 我认为邓康克斯的好处 但当时我们仍然有一个 我并不明显然是真实的 我认为我希望这个能够成功 有了首个发现后 贝尔斯回到帕克斯望远镜 寻找更多爆发 几年过去了 贝尔斯仍然找不到 另一个快速电波爆发 心里开始有怀疑 科学界也对发现 洛里莫爆发 爆怀疑态度 2008年 贝尔斯带领团队 将帕克斯望远镜的数据记录系统 从类比升级为数位 我们的群组织发现 这些电波爆发现 电波爆发现 电波爆发现 它是一个平台的 机器 并可以医院的数据 产生的数据 跟我的 коллег 从德国,英国,英国 英国,澳大利亚 我们在此地上 他们在2013年 终于取得突破 升级后的帕克斯望远镜 发现了四个快速电波爆发 然后 另一个望远镜也有发现 贝尔斯同年出席一个会议 一位天文学家 在会议上发言 说他在波多里格的 阿雷西伯天文台 发现一个爆发 与洛里莫爆发相似 I was absolutely elated I thought, yes And I think I really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gone up And given her a hug Because There'd been so many years Of waiting For Somebody else To find one There was An issue That all of the FastRadio bursts Had been discovered At parks So I thought Oh at last You know They're happening On first sides of the world It's not just A local parks phenomenon And that was Incontrovertible proof That they were real 科学家目前 已经发现 700多个快速电波爆发 也发现 60多个会重复爆发 We know what caused one And that was a star called a magnetar These are the most magnetic stars In the whole universe And they seem to be So unstable That once every few years They have an explosion On their surface Which gives rise To not any Burst of radio waves But also a burst Of x-rays As for the rest of them They could come from Colliding neutron stars Or black holes And that's part of The excitement of the field Trying to work out Exactly what causes them It's a great unknown The other fantastic thing Is that you can use A fast radio burst As a probe of the universe They're almost like An electron counter So every time The fast radio burst Goes past an electron It gets a little delay And we can use that delay To actually count How many electrons There are between us And where the fast radio burst came from 澳洲斯威本理工大学的 天体物理学教授 亚当·德勒 也是研究快速电波爆发 They're very extreme phenomena And so if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y're produced We can understand a bit better Just how the universe is put together 德勒认识贝尔斯20年 他赞扬 贝尔斯开创了 快速电波爆发的研究领域 Mathieu'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Continu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t a number of different Radiotelescopes That are really contributed To expanding The detected fast radio burst population 贝尔斯现在是澳洲研究委员会 引力波发现卓越中心主任 他带领团队探测 由黑洞引起的引力波 The distance of closest approach to the sun Actually changes 他以培育新一代科学家为己任 这位中学生从12岁起 就跟随贝尔斯做研究 他希望日后同样能够成为 天文学家 I want to make big discoveries I do want to eventually lead Australian research organizations Just like he did I often look up to him So he's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cracks a joke who's willing to support young people Hey, Luka, do you want to leave? 贝尔斯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科学 他的女儿雷切尔说 爸爸经常教孙子孙女认识太空 Dad is very hands-on as a grandpa And you can see his passion for STEM coming through with what he encourages the kids towards He loves talking with my daughter about whether you can see the sun or the moon in the sky 太太玛丽昂在大学读医科时 很欣赏贝尔斯 更主动约会 不知不觉40年过去 他们已经有了四名子女和四个孙子孙女 玛丽昂对丈夫货班少依夫奖感到自豪 It's very exciting especially as it was a discovery from quite a long time ago that took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ty a while to really accept and embrace so I think it's just really nice for him to have that recognition by bwd6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基础语言 2023年度 邵义夫数学科学奖 平均颁给弗拉基米尔 德林菲尔德和邱成童 表彰他们对数学物理的贡献 数学家邱成童这天重游故地 回到他的母校 香港陪证中学 我1966年豪舍毕业 这个同学录 这里我是中陆光班 我站在这里最后面 这里全班的同学 当时只有两个女生 陪证当年的学生是很努力去争取 我们的学业的成就 对社会 对真理 对所有都有很大的好奇心 他很感谢中学的老师 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兴趣 邱成童1949年在汕头出生 香港长大 小时候曾经在元朗和沙田居住 家中有八个兄弟姐妹 邱成童排行第五 爸爸在几间书院教书 家人去到香港就很窮 50年初期生活十分困难 其实基本上我们早上不知道晚上吃什么 当时主要是学费也有困难 不要说其他的事 所以我们读书有时比较困难一些 也是跟这个有关 上中学之后 邱成童更加开启了 在数学世界的奇妙旅程 从二年班开始 由于教几何 平年几何 我觉得好有趣 而且我因为天天坐火车 这个由家到学校差不多一个半钟头 自己一个人想事的时间 所以我一路走路 一路想数何 几何的事情 邱成童十四岁时 爸爸因病离世 于是他帮人补习数学 帮补家用 中学毕业后 邱成童考入香港中文大学 主修数学 后来到美国加州大学博克莱分校 攻读博士 怎么样 好吧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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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导师是邵义夫数学科学奖 首位得奖者 陈醒申教授 但陈醒申以为我能力很强 他比我当时最困难的问题 叫做黎马猜想 叫我做 但是我对卡拉比猜想很大兴趣 因为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开始做这个问题 邱成童研究微分几何和凯乐几何 他最为人熟悉的是解决卡拉比猜想 这个微分几何的著名难题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式 是他解决卡拉比猜想的起步点 这个方程左手边是引力 右手边是物质的分布 就是引力怎么样从物质产生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假如没有物质 完全没有了 我们一个是封闭的空间 我们存不存在一个非平凡 就是non-trivial 就是不简单的一个空间 它本身不是平坦的 是一个有曲率的空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种空间一直都没有人知道存不存在 数学家卡拉比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邱成童话了六年 终于解决卡拉比猜想 我卡拉比不懂得怎么整 他就说应该对 但是他花了二十年时间 不懂得这么多 那么我解决了他 以前是十个方程 这个变成一个方程 我们可以用来计算 这个宇宙物质的 基本粒子的重量 和它们中间的双交的关系 所以很多重要的宇宙的结构 我可以有这个既好地改善出来 卡拉比丘流行 成为旋理论和负极核的基石 他的工作于卡拉比的选择 是一个离开 以不同的角度和选择的角度 周成童喜欢写诗 其中一首在1976年写的诗 是纪念自己解决了卡拉比猜想 他在美国工作超过50年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数学系组主任 2022年 邱成童担任北京清华大学课作教授 他也在中国内地 台北和香港成立了多间研究机构 当然跟美国有相当远的距离 而且不小的距离 但是这班学生 只要群力 很快就可以将这个距离减少 只要有好的领导的学者 有好的环境 我想四十年内就可能追得相当差不多 北京燕溪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这天举行会议 三任院长的邱成童 鼓励数学家要迎难而上 他会强调你要做重要的问题 你其实做一些小问题也是很花功夫的 但你做出来以后成就感也不是很大 你可能也就不会引起你更大的兴趣和动力 去继续往下做 在同事的眼中 邱成童是很贴地的人 邵义夫奖对邱成童别具意义 因为这个奖 由香港已故影视大亨邵义夫先生创立 我以前跟邵义夫先生有很多来往 跟他太太方日华小姐也有很多来往 这个奖金越来做得越好 有很多重要的学者都得到他们的奖赏 所以我觉得值得佩服 这里是美国芝加哥 本届邵义夫数学科学奖另一位得奖者 是来自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德林菲尔德 他在1999年移居美国 我们在海里克尔的北京的北京 在经济的情况下 有很坏的情况下 我妻子和我都在想 我们在想要我们的父亲的未来 我们决定是他最好 得林菲尔德加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 他的妈妈也在这间大学任教 得林菲尔德的妈妈是拉丁语专家 爸爸是数学教授 在爸爸熏陶下 得林菲尔德从小对数学有浓厚兴趣 他喜欢数学的一种特质 就是经过证明的定理是永恒不变的 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 取得数学学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尤里马宁对他影响深远 得林菲尔德钻研的朗兰兹纲领 是一系列猜想 研究数论和自首形式之间的关系 得林菲尔德21岁时发明了斯多卡 来解决朗兰兹猜想 在1975年 我试试试试试 林菲尔德 Langlund's conjecture 4 GL2 over k where k is a global function field in order to do this I introduced certain mathematical objects called Stuka and I used the moduli stack of Stuka to prove the Langlands conjecture for GL2 and Stuka is the pair Lc and more general Stuka are used by Laurent Lafourque and by his brother Vansan Lafourque in the proof of the Langlands conjecture for general reductive groups 德林菲尔德 也对量子群 和表示论 有重大贡献 他在数学界 享负盛名 His influence in mathematics is enormous I mean he is a creator of new theories Well as a mathematician he was always above us ahead of us actually of everyone around with few with few exceptions 德林菲尔德 研究数学多年 太太 一直是 他的最强后盾 他同样 有数学博士学位 他们出海 滑读 某招时 透过朋友 认识对方 他们一见钟情 在第一次 见面后的二十天 德林菲尔德 就向他求婚 他们已经结婚 差不多四十年 他的儿子正在攻读 语言学博士学位 儿媳来自山东 是中文老师 他出事觉得 德林菲尔德 很有威严 儿子说 爸爸无时无刻 都在思考数学 德林菲尔德 希望继续在数学领域 发掘新天地 下一节 我们会了解 邵逸夫生命科学 与医学奖 两位得奖者的研究 2023年度 邵逸夫生命科学 与医学奖 平均颁给 帕特里克·科拉玛 和伊瓦·诺加利斯 他们揭示了 基因转录机制的 每一个步骤 正常的基因转录 如何促进健康 以及机能失调 如何导致疾病 结构生物学家 伊瓦·诺加利斯 来自西班牙 旧克尔·梅纳尔 他受到几位高中老师的启发 对科学产生兴趣 诺加利斯在英国基尔大学 取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在实验室 使用当时新颖的 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1998年 诺加利斯加入加州大学 伯克莱分校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 他运用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研究基因转录的蛋白质结构 在我们身体本検 中的组合 全体内有同样的 全体同颜色 而同样 healthcare 但是他们络合 而该做不同 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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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塔赫团队用了十多年时间 才发现TF2D和PIC的结构 随着科技进步 诺加利斯有越来越多的新发现 经过不断努力 团队终于有重大突破 诺加利斯有越产生 从而继续买我们的资产 我们继续买我们的资产 我们继续买我们的资产 但事情们没有意义 很露静 我们回顾了 认为我们的资产 而认为这些学生 一位学生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让他意识到 一部分的这个某些 移动很困难 然后突然 所有东西都做了一切 从他们来到来 我们知道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知道是什么需要做 我们可以从那里建立 他的团队最终成功捕捉到TFRD的结构 后来还捕捉到PIC其余部分的结构 它需要理解 nature 和如何它活动 也让我们知道 诺加利斯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科学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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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肯定 铁定 并不怕问问问 她是 以我的观看 她是一位最好的构图的科学学家 她是恐怖 她是厉害 在科学路上 诺加利斯不是孤军作战 她的丈夫也是科学家 他们有两个儿子 她和大儿子都很喜欢下厨 她和大儿子都很喜欢下厨 过去年 它变得更加困难 她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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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直是一个时刻 我们可以一起坐下 丈夫很欣赏他的干劲 这里是德国哥廷根 本届少爷夫生命科学语医学奖 另一位得奖者帕特里克·克拉玛 同样是研究基因转路的蛋白质机制 他经常会思考一些自然现象的成因 你观察一些自然的东西 有些东西的色彩 有些东西的色彩 有些东西的美丽 有些东西的美丽 然后你深入深入 你能够找到 一个机械、氳化的、化学的解释 的解释 为所有的美丽的灵魂 都在你困难 在自然中的美丽 在美丽的灵魂 1995年 克拉玛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化学文凭 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时 专门研究结构生物学 他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工度研究生 钻研X这线晶体学 90年代末 他到美国史丹佛大学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在罗杰克恩伯格的实验室工作 研究基因转路 所有生物体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 RNA聚合酶二转路或复制DNA 产生信使核糖核酸 也就是mRNA 克恩伯格的实验室 多年来一直研究RNA聚合酶二的结构 只是因为他们有问题 得到高高质量的核酸 我专业的专业是 要找到 如何能够得到最好的核酸 然后让我解决构 我寄了一天 克拉玛在实验室突然毛色遁开 罗杰克恩伯格在2006年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发现RNA聚合酶二结构的克拉玛 可以说是幕后功臣 有了这些发现 科学家能够研发治疗癌症的新药 2001年 克拉玛回到德国 成立自己的实验室 十年后 他的实验室制作了第一部 基因转录电影 然后那些拍摄 你必须在正确的角度 然后你可以拍摄 一个场景 然后你会获得一部电影 Patrick has also done a very great deal of making these scientific discoveries really very approachable by doing things like making movies of how this enzyme works so this actually helps even on the level of teaching students 学生在他的身上 获益良多 他就是很关心他的学生 就会问他们着想 我觉得Patrick是一个非常好的mentor 他知道怎么激励大家 克拉玛在哥廷根 马克思普朗克多学科科学研究所 担任主任近十年 他最近担任马克思普朗克学会主席 这个学会下设85个研究所 克拉玛希望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there's only one planet and I think in the past we have not been aware enough of the damage that we do to the planet so we have to change our thinking we have to change our behavior and we also have to invent we have to have new technologies we have to change our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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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to change our mind